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那些伤疤总会结架 簇拥成时光的话 总会有人为你摘下 Don't feel lonely moving on 和时光说说话 光静静拉下着灯弹回答 愿你仍还有他 但事情差遍我 动着人生充满很多遗憾 一转热爱却冬山 你好 我是华人医院的顾云征医生 这个是我们特效药邀请患者施药的一个宣传 您可以看一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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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 女士 您先了解一下行吗 快走快走 小朋友 小朋友 你认识王洪霞女士吗 妈 你谁呀 请问您是王洪霞女士吗 王洪霞是我妈 找她什么事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呢 正在召集一批 亨廷顿舞蹈症特效药的备试 这个 是我们的科研志愿详细介绍 我们非常希望你的母亲 可以加入进来 我们不用试药了 已经买到药了 什么叫买到药了 国卫实验室已经研究出新药了 你们动作太慢了 怎么会呢 您 您能跟我说一下详细情况吗 您想了解什么呀 是这样的 我的女朋友 她也是亨廷顿舞蹈症患者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给你看她的精英检测报告 所以你刚才说 你买到了这个特效药 我也想给她买 晨晨 去把门关上 你算是找对人了 因为这个药 是国外实验室最新研发的 好多资料都是保密的 在咱们这儿也没有批准上市 所以只能偷偷地买 在哪儿能买到 有聊天群啊 我跟你说 这个药如果在国内上市了之后 得两三万一瓶了 现在的买只要一万 那这个药它的疗效怎么样 我们听讲座的时候 专家都说了 只要你坚持吃 肯定有效果的 视频里边那些人 吃两三个疗程都很走路了 这位女士 我也想要买了 我想要进去 郭老师 又采过凉杯 我们的凉杯还不够吗 上个月苏联案一下打碎了俩 我寻思着 先补上 这回不买也行 还一次打碎了两个 你也知道 虽然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 可能一直急身恍惚了吧 好 干什么呢 鬼鬼祟祟的 你呢 最近工作忙不忙 还可以吧 你呢 要不要我跟你们一起 去找卑士啊 你呀 就把实验室的工作 好好做好 就算是帮我忙了 你难道忘了 我可是做生意的一把合手 我就是不希望你也露出你 那副肩上的嘴脸 不要让别人以为 我们是什么诈骗集团 不带我就不带 对了 明天早点回家 怎么 秘密 秘密 家人们 艾什恩定 作为针对亨廷顿舞蹈症的 基因靶向药 它的诞生 是全世界舞蹈症患者的福音 幻者家人们 这么多年了 我们在与这个可恶的舞蹈症抗争的过程 是痛苦的 是坚毫的 但现在 爱生定给我们带来了 幸福和希望 好 国外的研究数据表明 艾什恩定能够大大改善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生活质量 我很高兴很骄傲地告诉大家 艾什恩定对于亨廷顿舞蹈症的治愈效果 达到了百分之百 好 这下又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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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算是熬骨头了 怎么算熬骨头了 怎么算熬骨头了 太好了 我有问题 这位家人 您有什么疑问 您刚刚介绍的这个艾什恩定 有没有什么期刊论文 可以作为理论之称 当然有 这个就是艾什恩定的研发团队 发表在国际著名医疗期刊 GEME上的论文 这上面 详细地记录了它的药物原理和它的研发过程 您刚刚介绍的艾什恩定 明明就是基因法向药物 可是这篇论文的这几页 却大心浮地都在介绍 基因免疫药物的疗法 这两者完全就是不同的概念 你这篇论文 就是在偷梁换柱 这 这真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论 这篇论文 可是通过 北美公共卫生福利部认证 北美认证药物上市的机构 根本就不是卫生部 而是FDA 药品食品管理局 太久了 我们不是个骗的吧 原来是这样 骗的 骗的 你是哪人的彭子 你是骗的 我 我知道 你一定是别的医药公司 派来的莫名 换这家人们 大家不要被他欺骗了 现在市面上的靶向药物 为什么这么昂贵 就是他们 他们这些无良的医药公司 在赚取高额的差价呀 家人们 他们这么诋毁我们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 先拍卖给你们高价药啊 家人们 他们才是骗子 你赶紧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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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赶紧走啊 我看你真会说 就像你们这种人 你们才是骗血患者 血汗前的吸血鬼 你们这些药 完全没有安全保障 根本就来路不明 你们这就是在挑战人命 我们是华人医院的医生 请大家相信我们 华人医院 他们才是骗子 别被他们骗了 他们就是骗了 把他们两个砸炒了 他还是骗了 他还是骗了 你赶紧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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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是顾医生 警察同志 顾医生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报案 老实点啊 也多亏了您提供的这些材料 和一些证据 我们才能够 把这个假药诈骗案 这么快就给破了 真的非常感谢您 这些年 像他们这种罕见病患者 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 这些骗子 就是利用了他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 大肆敛财 实在太可气了 警察同志 辛苦你们 还不客气 那我先过去了 嗯 顾医生 林姐 你怎么来了 我一听到消息 就立马赶了过来 很多患者群体和患者家属 都集体地失联 不再跟我们联系 我就知道 肯定是他们在搞鬼 要不是你用专业知识 搜集他们这些犯罪证据 恐怕 他们还要狠捞一笔患者们的救命钱 林姐 这些年 你也为舞蹈症患者做了非常多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姑娘 其实像你这样的初学者 不用这么着急的 可以慢慢来 我今天必须得做出来 是送给男朋友的吧 行意最重要 今年不行 还有明年后年吗 明年后年 恐怕到那时候更做不好吧 终于做好了 有你这样的女朋友 你男朋友看了一定很幸福 希望吧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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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前还总是不好好过生日 今年我们一起好好庆祝一下 喜欢我给你准备的金席吗 喜欢 梅安 梅安 以后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要好好庆祝 快看看 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因为命令的场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这头迷途的人 只飞着温暖孤独灵魂 有我勇往你的裂痕 谢谢你 好了 你快看 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 这么多 对啊 本来我只想选一样的 但是我后来看了看 发现都有时候 好 所以我就全部都买回来了 就当是你从今年 到八十岁的生日礼物 都在这里了 这是什么理由 这个是五十岁的 嗯 你看看 这 这太老气了吧 五十岁的时候穿 当然得老气一点 我五十岁的时候 也得是个酷老头 你这眼光 着实不在你 我的眼光 都用来看上你 快看这个 七十岁 七十岁是什么呀 这是人 助听器 小苏同学 我七十岁的时候 这助听器都更新换代了 好几轮了 你确定这个到最后还能用 反正都是我的心意 好 谢谢 还有这个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 上面还有你的呢 喜欢吗 喜欢 以后 我再也不用自己 给自己做蛋糕了 那你快点去拉住学院 我把文件该不错 前面 Vega 真跳 曾经过做ных Julia 干isse 你 obtain 但是 我请兴奋力 你лов只蛮自己很辛苦 如果你把文件更新的 你再重新差一个 者 你肯定就是 我总的 不保持人家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你都不迷失我 来 吃大厨 一 二 三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刚刚取的什么愿啊 你先说 结婚 你错的 苏季 那你呢 我这么有追求的人 当然是研究出 治疗亨廷对舞蹈症的方法 你就这么直接说出来 不发不灵啊 是你先说的 那是说给你听的 谁不是梦 那我也就说给你听的 你不要努力工作 帮我实现任务 你帮我实现我的愿望 我就帮你实现你的 那你管我怎么办 那我就活该照顾你一辈子 我评论 你的爱 就berg 你不信 它来 看你 这 就算你 让我拥抱 你 就算你 我 然后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月岁月案一下打碎了俩 小伙子 你看看 这和你设计上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你这戒指可不好打 你设计成这样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啊 这是莫比无私环 托普学结构 好 循环往复没有尽头 象征时光永续 爱情永恒 这个寓意好 求婚用的吧 你用这戒指一定能成功 我认识 周末了也不多说话 我找到你了 现在都没有人相信 信仰的事业 得再多去抛击家 自从我们谈恋爱以来 每天都在做实验 学习 做论文 我们好像一天轻松情侣 都没有当过 好 对不起文 我们今天当一天轻松情侣 好不好 但是 得抓紧时间去找被试啊 这样才能早一点进入农床嘛 您这个样子 谁能信我 就听我的吧 今天出去 轻松一点 好吧 我们去吧 好的没 好了 你看 都可爱 还有这张 今天 我们要约法三章 我们的任务呢 今天是纯玩乐 不许提工作 也不许讲心事服 今天呢 也只能用来拍照 可以吗 好 我答应你 但是呢 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嗯 嗯 今天 不准松开我的手 知道了 走吧 走吧 好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哪来的啊 哪来的呀 好甜啊 好吃吧 你也吃一口 干嘛 吃糖呢 吃这个糖 好 走 今天开心吗 开心啊 特别开心 那 你答应我一个请求啊 好啊 你说 只要背试那么困难 不如就从我开始吧 我来参加临床试验 做第一个背试 你 维安 你 我发病了 这也瞒不过你 不行了 维安 你的病才刚发不久 还不是特别严重 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第一位背试呢 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喂 这哪儿是一个医生在说的话呀 我现在不想做医生 我现在就想做顾云征 就想做苏维安你的男朋友顾云征 你说 万一 万一以这样的方式 失去你 你让我怎么办 你不是跟我说过 医学进步 需要勇敢的患者 更需要勇敢的患者家属吗 小王板 三环路发生了连环车祸 快点回医院吧 快去吧 还有患者等你 你 不是我一个人的顾云征 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 去吧 去吧 对了 对了 小王板 我又去跑了三驾 还是没有人愿意坐背试啊 我知道了 开车了吗 带我一程 我想一个人走不走 小老板 你怎么了 只要背试那么困难 不如就从我开始吧 我来参加临床试验 做第一个背试 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第一位背试呢 你不是跟我说过 医学进一步需要勇敢的患者 更需要勇敢的患者家属吗 希望而不安的调 恶梦的纷柔 原谅我带我欲赖 极旧的拥抱 有些月 你的梦幻里被我听见 偷笑着敲着记录下 所有的幸运 很喜欢你 很喜欢 从第一次见到你 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嫌喜欢上你了 让我这样一个大自然的淘汰 比我怎么配得上你呢 你刚刚许的什么愿啊 你刚刚许的什么愿啊 你先说 结婚 结婚 你真的偷渐了 你也会想过去 你也想过去 你也要想过去 你还不想过去 你也想过去 你 actual情绪 你说你也想过去 你这次想过来 怎么会儿要搅拑 你也想过去 你这次想过去 不管怎么会儿 你这次想过去 飞安 我们结婚吧 在等雨天 等下个季节 初春温暖的风 渐渐满眼 星星会有 几颗在银河中相连 几颗光年 在等雨天 等下个季节 风尘断线 天边身转不见 他在秋天 不许人会倒塌 你发生任何不良事件 我都会对那个结果负责 渐渐 但是 你是上天 赐给我的那道光 从今往后 除了死亡 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把我们分开 我 在等雨天 等下个季节 回忆摩夜一片 该怎么结 我 你和自己 对的存在 每个 晨昏 存在于 黑顺 雨跌落 深蓝色 海际 又是第七层潮汐 大家好 我是华人医院 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 我正在研究一种 可以治疗亨廷顿的药物 这个药物 现在已经进入到 临床实验的阶段 但是 没有人愿意试药 今天什么主题啊 别说了 说那些干吗呀 大家安静一下 让我们先听 顾医生把话说完 我的女朋友 她叫苏维安 她呢 也是一名 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 就在前不久 她发病了 她向我提出 她愿意做我们药物 临床实验的 第一位卑视 你女朋友愿意试 就让她自己试好了 有效果以后啊 我们大家再用 对不对 是啊 是啊 昨天 我向她求婚了 我会为她准备一场 梦寐以求的婚礼 我会向她承诺 我会陪着她 一直走下去 不管多久 我都陪着她走下去 而至于背试 我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向各位承诺 承诺这个药 是我和我女朋友 是我和我未婚妻 我们花了六七年的时间 每日每夜研究出来的 我们做的每一项实验 记录的每一项数据 都无比地严谨 无比认真 我比所有人 都希望这个药有效 因为我希望 我可以陪我女朋友 不 陪我未婚妻 我希望能陪着她走的路 再远一些 小子 你可不可以笑什么 其实 我不奢求各位 可以真正地理解 我们现在究竟在做什么 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 目前 仅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 真的很难 很难从黑暗当中 找到那束光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力量 需要更多人的帮助 只有大家帮助 我们才能一起 找到那束光 所以 如果大家同意备试 我向大家保证 如果在试药期间 产生了任何的不良事件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 跟踪反馈 我向各位保证 我们绝对不会拿任何人的生命 开玩笑的 谢谢大家 我愿意让我儿子参加你们的药物试验 我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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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愿意才能药物试验 是 谢谢 顾云珍找到临床备试了 这么快吗 是的 病友群里面说 华人医院的医生 连她女朋友都开始试药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跟风了 你 你是说 顾云珍让苏维安去试药 对 她是不是疯了 杜总 现在楼下有个记者 这个时机您不适合抛头落面 别乱了 杜总 杜云成你疯了 你为什么同意所有安全十月后 你不是她男朋友吗 你为什么不阻止她 我向她求婚了 我现在是她的未婚夫妇 我同意她参加GHS380的临床实验 你为了赢我这么急功近利吗 连维安的性命都不管了吗 其他人可以冒这个陷 但她不行 我可以保证我实验的每一步 每一项实验数据 我可以保证我的所有研究都脚踏实地 像你这样的科研白类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 你不是说谁是科研白类 要不是你的那些地下实验闹出人命 我们怎么可能连一个辈士都找不到 维安她又怎么会刚刚发病 就要被迫参加施药 杜云城 这一切难道不是你造成的 你胡说 你这就是欲加之罪 只要能治愈舞蹈这案 管她是不是地下实验 管她有没有审批文件 那都不重要 无所谓的 你听听你说的这些是人话吗 杜云城 你连苏维安她姑姑的性命都可以不顾 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是为了救维安 你难道想让维安 依靠一个毫无保障的三无妖品吗 以你现在的进步 猴年马爷才能出新药呢 等你的新药上市了维安 她可能已经 已经死了 只有我的药才可以救她 我是她唯一的依靠 维安不需要你这种依靠 我也绝对不会像你这样 弄虚作假 草菅人命 你的药太脏了 就算真的能救命 维安也不会吃 你凭什么替她做决定 再说了 你难道不懂 活着才是希望这个道理吗 其他的根本就不重要 好 杜亦超 你好好摸摸你自己的良心 问问你自己 你走到今天这一步 究竟是为了研究出 治愈维安的药 还是为了告诉所有人 你比我强 是他们看走了眼 随便你怎么想 只要我决定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作证 杜云成 我警告你 离苏维安远一些 就你做的那些龌龊事 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杜总不好了 伦理委员会驳回了 HDQ40的临床审批 您快看一下 凭什么不会审批 杜总 结会的股价连续跌停 已经由股东开始撤资了 还有 他们要求您 立刻辞去首席总理的职位 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说明情况 真是数导不遵散啊 赚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谈 杜总 要不先暂停研发 新小学不能停止研发 小张 下一笔的研发资金 马上安排把项目款拨复下去 杜总 没有通过审批 还要继续拨款 那 董事会那里 我们恐怕真的是 不太好交代啊 你没毛病吧 我花大价钱 请你来当财务总监 是让你来解决问题 不是给我来提出问题的 对不起 杜总 赶紧去办 我去解决 废话 废话 不好了杜总 警方突然传问 研发部主任 什么 防止围经浆的事情恐怕要败露 我们得赶紧出口避避风头 现在的杜云成已经疯了 他一心想要赢过顾云针 甚至让我仿制国外未经许可的药 什么 现在的杜云成已经不是你在华人认识的大师兄了 现在什么事情能做得出来 赶紧把所有的资料销毁 流动资金全部传到国外去 我们到国外继续研发 我们整整一分钱都动不了 我们能顺利出境就不错了 您就别再想研发的事情了 我 我们沿着相遇举办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劫折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就是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因为命令的尘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这套迷途的人 只配酒温暖孤独灵魂 要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黑夜过度时针 喧嚣逐渐代替无声 我们沿着相遇举盘 向前夜的彩虹 还有穿过沙漠的风 都曾经是我们的劫折 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 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困在这 冰白冰冰的场 却依旧坠住这星辰 别担心我爱这套迷途的人 只配酒温暖孤独灵魂 让我拥抱你的裂痕 你如心灿烂 闪烁在落寞时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